觀眾朋友大家好 本週的小記者大爆料 有滿滿的瓜藥給你們吃了 因為呢 這週的娛樂實在太精彩了 首先第一個呢 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威爾史密斯 在這個奧斯卡上面 打了一巴掌 把這個頒獎人呢 打到整個人都嚇到了 這個一下呢 不只他們嚇到 全場的人嚇到 全球的人也都嚇到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今天有詳細的報導啦 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八卦 就是這個 大S再婚巨峻夜這件事情 不過呢 欸 這一家子還沒鬧完 他的前夫汪曉飛 還有前婆婆張蘭呢 也是不斷的隔空喊話 這樣炮火猛攻啊 也是吵得不停啊 不過還是有一些好消息啦 就是 孫一貞跟玄冰終於結婚了 婚紗照實在太漂亮了 大家看到了嗎 欸 鎖定我們今天的頻道 千萬不要跑開了 另外還有這個 大S跟巨峻夜 也在週一結婚了 滿滿的喜訊呢 欸 我們一起來看吧 你看著我有句話我想對你說 精神緊實等著我 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給我 孫一貞嫁玄冰淚灑婚宴現場 恐流送中機受藥 冰客全市大咖 全世界都在關注的迫降CP 玄冰孫一貞世紀大婚 31日盛大登場 共識四出婚紗照 孫一貞身穿婚紗女王Velowand 絕美仙氣白紗小肉相間 搭配全冰糖果白色西裝 簡單帥氣 根據還沒報導 孫一貞牽著爸爸的手走入會場 沾到玄冰身旁還擦拭眼淚 相當溫馨感人 小兩口婚宴特別選在 華客山莊首爾大酒店 湖外婚宴會場 收藥參加婚宴的演員崔欣俊 貼出會場擺設 歌我珍惜的祝福你 蓋開桌上還有許多未公開的幸福畫面 R是所謂 讓婚禮不被外界打擾 現場請多名保全看守 沒有邀請函 一律不准入內 參加婚禮的大咖們 身邊助理及工作人員 則安排在隔離區域 全冰好友張宗健 受邀負責朗讀助詞 住上冰包含車太炫 受蹤機 朱正摩 空流 吃珍溪 何志願 金軒河 丁海穎 孔小鎮 甜美都潤兒等 演藝圈大咖高層等 幾乎全到齊 婚禮諸歌則邀請到 朝鎮室老婆Kumi 演唱愛的迫降主題曲 《歌曲名》 我… … 你最初得到男的一天 那你负责了一件事,不 nikola等一步 … … 我会做出一件事 你… 我看你什么主流 像虎语吧 你… 你打算了 你怎么在学习的那里 望著你 你看著我 有句話我想對你說 精神盡視跟著我 做你幸福的理由 嫁給我 當然是玄冰啊 天啊 哇塞 這有什麼好比的 玄冰 紅流 許光漢 宋江 全部都在前面啊 無沙如新婚後手露臉 不急著做人甜蜜修認有避孕 就是婚禮的時候她出現 然後那種關注被她搶走的感覺 好像不舒服 因為我真的也沒想到 大家對她評價這麼的好 謝謝 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也就是不知道大家 到底那天看到了什麼東西 本人也就那樣啦 也就OK了 現在只要在 譬如說 Instagram的那個線動 問大家 你們有想了解我什麼啊 然後得到的答案80%都是 王先生 我想說 你給我閉嘴 不要再關注她了 關注我 氣死我了 31號是無山如魂扣手露露面 才剛放完一個半月的假 請問做人進度有Loading起來嗎 我覺得生小孩這件事情就是 有就生 沒有就算了 那就就是這樣 詹老師好像我那天來上 我小明星大跟班他還說 2023 憲哥要當外公了 然後他就轉過來 麥克風放下來轉過來跟我說 你不要避喔 你不要避 我現在因為有代言在身上啦 就是 其實 對 很厲害 就不能跟你講 現在不能講 對 就是 我要講什麼啊 真的是該緊張了 雖然目前已接下六隻代言 但老公高富帥的形象 也是來工作邀約 希望夫妻倆合體曝光 因為他真的就是一個村外人嘛 所以 又覺得好像不太合適這樣子 對 還在 還在考慮 還在想 他沒有說yes or no 他只是覺得 他不想造成任何的困擾 我說來不及啦 你已經造成困擾 哎呀 結果還有樓上的訪客 讓無山如恨是困擾 爸爸這個在樓上嗎 對 對 然後我選下來剛好這是本床的這個東西 他其實就是投資啦 他沒有真的要那麼煩我 但他就是把他自己的東西都擺好 然後就是用一種存在感來威脅我 誒 你不要以為我哪一天對不對 突然出現 然後就想說好 沒關係啊 電子索換起來 電子索全部換掉 他都沒有密碼 開心 他其實是滿開明的一個爸爸 然後當然他一定黏 很黏 可是他又想要保持一個 好像他是一個很開明的長輩的那種角色 所以他就是嘴巴講講 他也不會真的很煩我啊或什麼 我覺得他其實很成熟喔 他長大了 好替他開心啊 戴死劇軍業完成結婚登記 S媽曝光和女婿見面計畫 徐遠真太酷了吧 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歐巴 為你握手冷風吹 寂寞時候流眼淚 請問住手了那麼久 結束自我管理的劇軍業要出門等計結婚了嗎 喔 愛讓你久等了 戴死經紀人發出聲明 謝遠跟劇軍業先生 兩人在台灣的結婚登記手續 1月28號完成囉 結婚日期就是以韓國2月8號的 登記日期為準 所有對新人們的祝福 欣然都收到了 非常感謝 而夫妻倆這兩天沒有出門的計畫 也請媒體們安心回去休息 喝點薑茶 注意保暖 我的店是站在外面 40幾分前後 我心裡很痛 欸 天下父母心啊 劇軍業在出關的首個上班日 馬上就到護正事務所把大S定下 於是徐媽媽審夜發文了 管不了 管不了 管不了你的愛 還是你不愛 管不了一切的煩惱 我將會離開煩人的地方 那我媽當然會覺得說 你才剛結束一段什麼的 她還是要有發洩的那個管道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攻擊事件 攻擊那也算是情緒勒索吧 徐媽表示 尚未收到和新女婿吃飯的邀約 早晚總會碰到的吧 因為這幾天媒體實在太多了 露下這麼多人 哎呀 給你們添麻煩 真的不好意思 就在大S完成結婚等級這天 前婆婆張嵐也剛好開了直播 曬出於前媳婦的全家符咒 歲月一點兒一點的消失 我們終究又成長 擁有回憶 人生才得以豐潤 歲月才滿意失勤 這也被網友聽出了嫌味之音 您說小月夜和小玲夜多久見一次啊 能見的時候就去 經常去就可以了 嗯 就是等那個小口罩的這個 嗯 響應 咱們得響應一下啊 別老那個給國家添亂 嗯 咱就在家老老實實的 是吧 能好了的時候 賴姐就去 婆婆把孩子強行拿走了 你願意嗎 你是親媽媽 咱們捨身處地的啊 去想一想 咱們那個就是 也別那個評論 咱們就說 如果您 您的孩子 如果您的孩子 我生生的就從您身邊給帶走了 嗯 遠隔千山萬水 您願意嗎 咱們捨 捨身處地的想一下 好嗎 你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慢慢慢慢慢慢的起來 你別在這兒沒事 無視生非了 王小飛發文叫小S要吃多了 張蘭嗆小胎毒直播秒被封 他就欠罵 有的人他真的欠罵 老太太怎麼發火了 老太太沒發火 老太太來穿地正能量 王小飛老故張呢 直播一點開就是一陣罵真怒點 來自於他兒子王小飛 他在微博轉發節目貼文 點名小S 對小S在節目上聊 S在婚內幕很怒 是嗎 你早就猜到了 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今天藥要吃多了 心裡的樣子 快要慢慢慢慢慢慢的起來 小飛今天好男人 小飛是天天好男人 咱們祝福他就完了 他今天的好男人 底氣原子於他40年做人做事 都是港港的 言下之一就是汪小飛今天發火炎 是原子40年的好底氣 屬於正常能量爆炸 男人嘛 是吧 好男兒志在四方 好男兒要有擔當 所有的委屈咱就擔著點 當著點 能怎麼著呢 別糾結這點小屁事兒 轉完後面越講越氣 更批沒必要跟這小島的小態度置氣 國家制壞制裁他 結果一講到關鍵日 整個直播都被奔掉 如果被哥們欺負了 你要反擊 哎呀 被女人欺負了 好男不和你鬥 好男不和你鬥 但其實王小飛那篇文下還在鬥 他在留言處列下三點怒罵 有玩沒玩 強調自己沒有喝酒 我的孩子在台北 我已經很妥協 你姐都沒說什麼 你天天得色什麼了 為了我的孩子 別欺人太甚 微博網友幫槍 他寧願嫁給豬八戒 和咱們也無關 討厭打開手機都是他 我選擇不看 但也有人覺得分手賤人品 只反非態度 裝什麼受害了那裡 可是明明是你先出軌的 好沒品 李王后也跟你沒關係 你管人家有玩沒玩 面對前姐夫開槍 讓小S回得很佛系 意思就是說 別人毀謗我 與其與他辯解 不如寬惹他 別人欺負我 與其提防 不如化解 S媽則表示 小S是我的小孩 小飛也是過去的女婿 都是我的孩子 我都疼 他們的事我就不管了 S老公虛仔君也為老婆發聲 S智慧很告佛祖來著 不須擔心 事實上戴子在婚後 王小飛也曾在直播中 以似諷刺俱敬夜 我沒手就去抓那青蛙去 如果這青蛙長得不太一樣 結果是一賴蛤蟆 你的豐功我業也不少了 你除了會諷刺別人 您還會幹什麼 別無緣無故的發脾氣 那叫沒本事 沒資訊的人發脾氣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一個感覺 就是覺得 小S真的有一點衰 因為好像什麼事情都要他自己一個人出來面對 但是呢 因為他最近新節目又新專輯 又跑宣傳 所以呢 媒體也只能找上他 問他家裡的事情 但說實在的 他的作品好像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被模糊了 尤其是呢 呃 他在這個原本跟媒體約好要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連餐都已經點了 但是呢 他就在這 所有的新的風頭出現之前 汪小胚開泡之前呢 就取消了 要跟大家吃飯這件事情 我們也很驚訝 但後來呢 知道說 他其實 自己覺得啦 如果他出來面對 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這樣子也是蠻尷尬的 於是呢 就決定 先取消吧 如果以後有機會 再好好跟大家聊聊他的作品 我們再來見面 不過呢 他那時候有說什麼時候為什麼要取消嗎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私人的因素 也不想要私事 再被這樣子 彈在螢光幕前 因為每次出來大家都在聊大S啊 對啊 那就是他的作品都沒有被關注到 而且他又說大S的事情 好像也跟他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 他就會覺得 啊 那不然 還是先不要講好了 等到這件事情過去了 如果他的作品還在宣傳 那他再出來跟大家面對 對 所以才會有發現這樣子 突然取消 餐具的事情 也算是 唉 委屈他了啦 我們一起來看 小S怎麼樣高EQ的來面對這一切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不是只有 大S跟曲俊葉 不是只有他們兩個 我也 我也還活著 祝福我姐 但是我也跟他講說 好好啊 你現在新聞一出來 我節目的新聞也沒啦 我唱片的新聞 我唱 我唱片的那個新聞也沒人要報啦 都報你好了 對 我就說 莎 我一方面是很祝福你 可是 你們的新聞 我也沒太 太Over了吧 他說 我也沒辦法啊 我就是 你也知道姐姐的 就是 很受矚目吧 大家怎麼很散 怎麼可能 對啊 他如果出現的話 你們還會拍我嗎 他怎麼會啊 因為你們是一體的 然後你們就會 我就會在旁邊一直這樣發呆 你們就會說 大S你這麼… 然後我就會在旁邊這樣 他應該是掃在那邊拿這種什麼好爛ID的 所以現在都不合體了他 他應該沒有想要跟我合體啊 想要別人 好 好 好 出門前我老公會一直說 寶貝 你不要講太多 我就說 你很祝福姐姐就好 我就說 你這記者會 我嗎 哦 不是明星的人 真的沒辦法理解我嗎 他說 那你去那個工作人把你拉走嗎 我說 拜託姐好嗎 那不是我的風格好不好 我的風格就是裝好人的小意思 如果你們問到一半 我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像被拉走 你們會覺得我是不是有病啊 是不是該把你拉走 拉不走啊 你現在什麼拿走 所以還有我自己還要爬那個鬥鬥 不好意思 跟嘴部 接下來呢 大家一定知道 捧恰恰這個跟如靜有一個光碟案 但是呢 這件事其實已經19年了 如果有一個孩子 早就已經成年了 為什麼這件事情 本來已經雲淡風輕的過去了 沒想到現在呢 又重出江湖 其實呢 我覺得 碰狗在三年前已經跟如靜 終於首度道歉 沒想到 三年後又自己在節目上面 重新提起這件事情 然後還覺得自己呢 當年被郭貴賓 詐騙 說本來要解決這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 給他一筆錢 後來呢 又自己爆料說 這筆錢很多很多 不是當年收了4300萬 而是8000多萬 讓他這個 由負轉平 而且形象又受損 沒辦法賺錢 可是 如靜又出來喊冤的說 真的委屈的是他吧 一再的被提起這件事情 嗯 大家覺得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導吧 我本人的新聞不斷 今天是比較好的 王恰恰必談如敬 快閃不給法案 前緣王三郎 先賺2000萬還賺 王恰恰2003年 爆出光碟自衛案 形象中作 事隔19年 他前陣子自拍短片 90重提 師傅叫我 準備一個鍋子 現在放一個菜桃櫃 然後再打冰塊下去炒 這是什麼叫做 郭桂冰 哎呀 郭桂冰是輸啊 厲害啦 好啦 哇 給你送 哇 郭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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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聘的王山朗哥 來跟我們 哈囉 Margis 不該我打的 一起合作 並且等一下會跟朗哥 簽下一個站台的費用 今天瘋不出來我嚇一跳 如果是是真的的話 那就好了 等一下希望大家在做個見證 我們會努力會加油 謝謝大家 接著哥哥姊姊們原想等活動結束 跟朗哥問個仔細 沒想到海陵董哥嘴 轉破了那個moment 我愛你的購物幾年 朗哥神不棘鬼不絕透露 閃離現場必談光碟案內幕 回向林董獨自面對債務相關問題 他總共是1億7千萬的債務 所以上次我們給出去的是850萬 那我們預定就是4月10號到15號 有跟我們協商的一些債務人 然後我們會盡情來跟他們做一個日期 我們會再提拨大概收益的5% 然後再來還給這些 那個那個控格的一些債務人 我們之前是付的 是我多付 幫他多付給人家 因為之前的那個收益 大概是差不多10%左右 但是我幫他還掉5% 跟鵬哥以每個月四集 每一集25萬的費用跟他做合作 但是這兩三天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今天下午在這邊加碼 再加20幾 總共40幾 我共要支付他 一千萬新台幣 對三郎哥這邊你表態 那我們也不能輸 我們也要支持PONGO 所以我們一定要是 以同樣的方式跟同樣的金額 一起支持PONGO這樣子 PONGO加油 謝謝大家 PONGO加油 期待跟PONGO的合作 對 上帝就要降臨了 好好的事不做 整天在那邊玩健康 整天支持者會 罵人 問你有什麼好處 那麼老的人 沸騙 你上天啊 你也要把它尊重一下 是嗎 喔 因爲什麼事 讓他這樣子 一直低伸下去 欸 讓你們這些 有些酸民在那邊酸 欸 這樣做 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喔 啊這樣的人 你還要害怕 你們敢死 你們敢死 我喜歡 清純 舞蹭雨薇那種 喔 喔 我還有我們的理想型 你有看到這個型的嗎 我有看到 很開心欸 靈感的搖擺 She's a hot girl ton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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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 a hot girl tonight 固定的搖擺 She's a hot girl ton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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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昨天他的新聞有很驚訝嗎 就 不會 我很開心 很開心啊 就是可以成為不同人的理想型 對我來說都是一件快樂的事 我也是很支持多元成家 以及 互相不同的性格 或是不同的性別也好 其實我覺得 只要互相喜歡 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也有被女生追求過嗎 小時候吧 只有小時候的時候 桃花蠻旺的時候 有女生追求過我 我好像還沒有 遇過真的熱烈追求到 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我長大以後桃花 遇運變得蠻差的 那你週六 有去參加婚禮 有時候就是想要 其實 自己也想要辦婚禮的感覺 因為今年真的都很忙 所以我覺得真的可能是要等忙完 才有機會看看 討論一下這樣 所以有在討論 完全沒有在討論 你為了吃人家肉皮 你讓我有特別少吃嗎 還是覺得很夠 沒不用啦 我就是 我現在唯一瘦的地方 也就這些了 我太瘦都會被導演說 我長得像小孩子 就身材很像小孩子 那可能 為了展現一點點女人味 可能還是要吃肉一點 所以那你目標還 還有日子 可能還差兩公斤 對 你才剛是瘦瘦瘦瘦瘦 不是 我那時候愛餡了 我的屁腿 愛復肺腺為壞 張鳳叔逢人就勸戒嚴 排飛龍在天因愛餡流傷 你喔 要比較注意的啦 告訴我 你時時大耶 你也要給我一些臉 以前都是演反派 要先出來這種角色 然後這次好像比較問外 其實我好像也只有演過那一個反派 然後還是因為有人要去拿子宮肌瘦 因為那時候那個誰要去拿子宮肌瘦 所以只好變臉 國磷啦 國磷啦 丁國磷啦 對 張鳳叔隔十年再度回歸台巴 沒拍戲的這段時間 他不僅攻讀EMBA 也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照顧離癌父親 那現在爸爸的狀況 我們狀況都很好 他就在癌症這一塊呢 他就已經算是完成治療 然後持續追蹤的狀態 是一個非常穩當的狀態 沒半年只要回去 就是檢查一次 照一次CT 他的肺 肺抽菸之後 他就叫做肺纖維化 他的肺的末端就像樹枝一樣枯 樹枝脆掉 那你就沒有那個 沒有辦法有那個換氣的功能 變差 我現在就見人 我就勸不要抽菸 因為我爸爸是老延強之外 那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開刀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說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開刀 開刀前醫生決定開不開刀 是看你的心肺功能 如果你的心肺功能不能達標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承受開刀 所以你就算裡面長了100公分的腫瘤 你都不能開刀 大部分人都可能要面臨一個刀吧 就是難免會有一些血光的時候 如果你那時候不能做這件事情 蠻恐怖的 醫生跟我講說你那個 你爸的大腸 腸 痱 痱痱痱裡面 長了一個六 我說 就是真的概念很差 所以我那時候都覺得說 都明明每天都要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這麼貧乏不知道 有時候連醫生講什麼都聽不懂 那我社會比較追根究底的人 就是我一旦不懂 我就會想要整個弄懂 趙鳳叔為此 開始研讀相關醫學知識 更拿到健康管理師證照 會不會越多越重要 其實不會 因為我沒有要當專業的 可是懂得知道這些之後 比較能跟人家討論 比如說我最近健身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以前的髖關節在拍 然後我都沒有處理 然後沒有處理之後 那因為這陣子我就 陪我爸爸去重訓的關係 我自己也參加 然後我就開始去調整 我的這個舊傷 就發現我 完蛋了 我一調了我的舊傷之後 我其他地方反而都不變 對 你比較像是受傷嗎 不是 我那時候愛陷了 我低腿 對 因為我想說 我那個藝術學院學出來對不對 總是要表現一下 那個學校沒有白教啊 所以我就主動跟導演說 這個動作我可以自己來 導演就給我大浪 也沒有比較厲害 然後還受傷 直到生小孩的時候又加重 因為生小孩懷孕 所以你的身體又變 我這個叫做肩卡關節的韌帶 鬆弛 對 然後再加上應該是我的那個 腰大肌有受傷 所以以前沒有去處理的時候 就把它放著 反正就變速肌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我的速肌調整完了之後呢 就要開始讓我身上其他所有曾經配合過他的都要歸位 突然變健康教育 不好意思 為什麼是在奧斯卡的頒獎點擊上面呢 打了頒獎的一巴掌喔 其實這件事情震驚了很多的人 不過他在打完這巴掌之後拿了銀地 全場的人又站起來幫他鼓掌 獎勵他 鼓勵他 讚美他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每個人心中應該都有一把尺吧 但是以暴制暴引起很大的討論 大家一定覺得說 欸 雖然他的妻子被侮辱了 但是他用這個暴力的方式來反擊 像是很有名的演員金凱瑞 他就有發了一篇文章喔 他就講了 他覺得如果是他 他一定會衝上前跟威爾史密斯 要兩千萬美金的求償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情呢 是會不斷被播放 不斷的留下來 而且永遠難以抹滅的 甚至也有很多的名人也覺得 這件事情 這個事件呢 會是奧斯卡永遠難以抹去的錯誤 我們也特別去訪問台灣的民眾 做了一個街訪 大家也可以來聽聽看 台灣的民眾怎麼說 威爾史密斯胡巴掌代價慘樂 一爆之爆沒人停 呃 奧斯卡呢 我們還不是想聽一聽 這個 我不講 抹氣是硬了點的威爾史密斯 在奧斯卡典禮上緊急的一巴掌 讓主辦方31號祭出紀律處分程序 這份聲明也指出 史密斯發累之後 主辦單位要求他離場卻遭到拒絕 當時呢我們就認為 必須以不同的方式 處理這種情況 據悉啊 主辦方預計在4月18號 召開另一場會議 進一步討論將以何種形式 撐出威爾史密斯 我覺得很驚訝 幽默感就是好心情才有 我們沒有聽到的就是那個偉大的 單左華森波 他一定是在 他還很怒的時候 上去 已經打一耳朵 然後回到座位上 一定是怒氣衝衝衝 又講的F-word 但是後來 威爾史密斯一定一陣懊悔 這將會是 奧斯卡永遠的不好的情形 永遠的 但我相信當下一定是有情緒 然後才會發生那樣的事件 我心裡會很開心 因為老公不這麼把握 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但畢竟那是一個 國際的貿易場合 我相信貿易還可以有更好的處理方法 就私底下媽媽 其實那一陣子 如果 報告信號的話 超級的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可能用法律的方式 或者是用延遲抗議的法律 不要有一個問題 但保護的老婆 小孩子一定會在那裡 你們有什麼不舒服嗎 比如說別人如果講到什麼 好啊 真的嗎 因為可能我也是 我也是都亂開別人玩笑 是從事網路 然後創作 有娛樂 我覺得有什麼海航 都很不錯 但不要真的是 攻擊 攻擊 像之前比較誇張 真的攻擊到老婆小孩 真的用自己攻擊 所以怎麼罵你都沒關係 就沒關係 當幸福來山人之木 明娜總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傻眼 但是我覺得兩發都沒有錯 因為我們第一導人 因為我們第一導人 也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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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許他 也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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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股 正點 他為什麼要拍照 他為什麼要拍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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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種線索的希望 我們會做出動 我們會做出動 實際上怎麼會做呢 這麼突然呢 開始看是覺得忙 怎麼那麼優勇敢 可是後來覺得這樣忙太多 因為是公開場 第一年凌晨我們也會看 然後可能就會效果 看這邊凌晨 可能因為 就會做什麼 不會像他那種柔軟體 但也有一種柔軟體 不會像他那種柔軟體 真的需要勇氣 可能是現在跟你們當年嗎 但是我有一種柔軟體 然後再 就先忍住 然後再上去 我可以上去台上去 然後麥克風也要去 我的老婆適合演這個角色 但不是因為他頭髮的關係 是因為他的個性 很健脅之類的 我覺得這種做法 才是最好的 在你們身上 其實都不一定會 暴力的地方 真的也大可不必 雅萍好久沒有跟你同台 是啊 祝哥倆你好 最近 不簡單 你這裏 這裏都要來 你這裏都要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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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天護漆 甩諸葛亮巴掌 畫面出土 網瘋台灣 威爾史密斯 看来是有备二人 去哪有缩 营地威尔史密斯28号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如来神掌 原地成为国际巨星 还顺便还原了蝙蝠侠梗图 这一巴掌下去 明宇宙也开启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Butter 大家可别忘了 台湾威尔史密斯 于天 当年在诸葛亮的户琪戏码 根本是Sentry配的先驱啊 当年都会我打 你都会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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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好大 你把本身打下去 你就会把 请说 拼来拼去 还是第二片比较好拼 请你把焦台靠一剪 让我看看什么好卖 这一期我会唱重要 亚萍好久没有跟你同台啦 是啊 祝哥亮你好 最近不简单齁 你们上个不来扶我啊 不见 我以前跟你玩玩得出事 你会记得吗 你会记得吗 我闭嘴就是都闭嘴 亚萍把你打到闭嘴 你不知道啊 我比你高纳 你怎么 我以前过去面 把亚萍拔到 煎到现在又会烧 你的太太说我都比你唱 什么东西唱 肚子比你唱 你拍三个 你都骗我 你是你拍三个 我说 亚萍老婆 亚萍老婆来你起来 对死亚 挖老婆来不懂啊 现在你老婆呢 你在看啥 你没关系 你真的不好做 你的老婆呢 我听老婆呢 我劝这位年轻人 耗子为之 看完刚刚那个影片 我也不禁笑得出来 也可以说 难怪很多人会把 于天大哥封为 这个台湾的 威尔史密斯 他实在是打过 朱格亮太多次巴掌了 而且 应该也只有 他有这个勘展 你可以在舞台上面 打主持人巴掌吧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独家报导 这个台剧女生 今年已经43岁的 高于珍 不小心讲出他的年龄 但是 他完全看不出来 说他20几岁呢 你应该也相信吧 另外呢 还有一样 一位动灵女神 郑嘉瑜 还记得当年的 怀孕公主吗 真的很怀念耶 他近期啊 有什么新作品 还有什么新消息呢 还是他怎么样保养的呢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导吧 那你在演艺圈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 比较不合理的事情吗 比如说 潜规则 有啊 当然有啊 我们又是没有姿势的 二专拒绝潜规则被换 家傲副业期不成 整批销毁 惨赔上百万 哈啰 各位三丽 我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高雨震 是不是很久没看到我呀 电当女神高雨震 近期推出恐怖电影 处女座头七 也许 我们真的不属于这里 不用你赶 我们也会糟 他用戏剧跨足电影 当初进演艺圈 也是从科技业大转行 为什么不继续做教权 就是做演员区吗 对哦 因为那个太自私的生活 有点不太适合我 对 我就觉得有点 嘖 无聊 但我是进来拍戏之后 我才把那头做吃掉 那个薪水是都还不错 然后它也很稳定 嗯 对 就是大家的所谓 口中的金饭碗 我从长到大 其实我算是 我是一个乖小孩 但是其实我的内心 某方面是有点叛逆 但是我的叛逆不是变坏 而是就是 我想要依照我想要的方式过生 进来拍戏就是可以演不一样的人生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有趣 对啊 那你在演艺圈的时候有遇到一些 比较不合理的事情吗 例如说 潜规则 有啊 当然有啊 我们又不是没有姿势的人 对 但是就是 他们潜不到我啦 因为我觉得是个性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 被潜的那些人很傻啊 潜完了之后 你还是要辛苦拍戏啊 嗯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真的是潜到一个 你不用 封锁你可以 嗯 很厉害 对不对 那你说你为了要得到一个角色 或是什么 那东西不会长久啊 嗯 你被潜的第一次 你就会有被潜第二次 你有被潜 多少钱 我吗 就他们有开架给你 这种 要开口的时候就已经 我有嗅到那个味道的时候 就不会 不会有 有这种 状态出现 六字大吉 酸 比如说吃饭这种的 嗯 这种东西 有什么可能 单独吃饭 有什么可能给你吃饭啊 可是我没有空 想说这个新年怎么那么拽 没有一些 报复的行为吗 然后说啊你拒绝 我就不用你 这种 有被 有被这样过 有被就是 本来假设是我换掉的 那我无所谓啊 我很清楚我要是什么 我要是这样就被潜了 我有现在的我嘛 虽然我一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觉得 不要让这种事情 变成是 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 一个常态 还有自己想法的高于真 三年前开创个人保养品牌 做头gay 也是熬了好一阵子 如今销售破译 他会骂我 我说你笨的哦 傻的哦 自己花那么多钱干嘛 代言就好嘛 对啊 或者说找人帮你做就好嘛 我现在身上也还是有别的代言 只是 你要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你现在想要做的 这个品牌是你自己的嘛 那种东西不是很虚吗 你拿你的品牌 拿你的名声 你长久累积下来的东西去 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 这种东西很现实嘛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们当然是同于高兴的 找你代言啊这些东西 当你没有的时候 他找不下一个 那这个东西是你的吗 他不是你的 进到口袋的现实嘛 没有错 但是 我就不喜欢这样子 拍什么都没有当习佑雯雷 哈哈哈哈 你就是被封最美CEO啊 哦 真的不敢当 但是我竟然接受 当艺人的时候 当演员的时候 就大家帮你take care 好好的啊 对啊 根本就 就是不用管什么事啊 但是CEO不一样 对 因为你 你肩负着你可能公司 多少员工的家庭生计 对 然后以及 所有人对你的期望 你刚开始有亏钱 刚开始还没 还没上的时候 是有的 因为我把一些 我觉得不OK的 产品 我已经做出来 后来我还想改 那整批销毁 蛤 有损失到几位数 你知道吗 六七位数的数 当然要啊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 那个下的期定量都很大 那现在三年多了 你会想要 没有想要放弃CEO这件事 不会啊 我做得这么好 我想要放弃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有一个规划 想要做到什么时候 这样 对啊 做到我不能做为止啊 嗯 好 我到八十一九十岁 我都还笑什么 从十五岁 真正自己住大概有三十 嗯 我没有跟男孩子同居过 所以我会希望 我的男孩子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跟他 可以在一个空间下 超过二十四小时 解不解都可以 但是就是 条件是绝对 不要让我穿婚纱 华语公主正家瑜 没同居过 严兽狗浪漫 这次酷碰卷换黑手 哪怕人家说十字连心 痛到心脏 我从一开始出道就应人主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拍电影跟苏友蓬情色 就连导演都跟我说 哇 没有一个新人 第二天版面都是半版 或四分之一版 我就是很有这个孕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是 以很高的价钱 就进电视 就拍了一个叫四千斤 对 那个才是 大家就已经在注意我 所以并不是怀育 怀育是因为新闻太多了 我从来不觉得 我在怀育公主的时候红过 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我红 我去机场没有人包围我 路上没有人找我签名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 我就是一个路人甲 我在红什么 你可以说怀育我演得很好 这个角色很讨喜 可是我郑嘉瑜 没有觉得她红过我发誓 时代的眼泪 怀育公主 是郑嘉瑜的人生代表作 出道近三十年 她只花两个半月就写完七万字 将人生经历全都浓缩在散文传记中 而且就能量爆棚哦 因为我生下来就被包到外公外婆家 然后我四岁的时候就莫名的被接回了我的父亲家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你期待你的跟你有着同样姓氏的家里头会爱你 但是他们其实是感受不到一丝丝的爱 因为我的成长所以导致我很负面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我觉得我就是不被人喜欢 可是现在不会了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这几年才开始真正的在做我自己 如果我再认识一个男的 我绝对不要把我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他身上 因为我一个人太久了 所以我会希望我的男孩子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跟他可以在一个空间下 超过24小时 有别人介绍给我 因为他不住台湾 然后来台湾可能就会有一个晚上住我家 我快不能呼吸了 我就好不自在哦 因为一个人过惯了 你知道吗 接不接都可以 但是就是条件是绝对不要让我穿婚纱 因为我拍的每一部戏都穿婚纱 从30年代到古装到现代 全部都穿过婚纱 全人家到有钱人家 我什么婚纱都穿过 我没有办法再穿婚纱 因为你知道年纪大就会贫尿 贫尿你穿个婚纱怎么尿尿嘛 那你本身就不浪漫 应该是我喜欢给人家浪漫 我不喜欢人家给我浪漫 这样讲好了 我很年轻的时候交男朋友 他回到家以前我都喜欢躲起来 我可能就会做那个 格价券 coupon 上面可能就会写说 今天你撕这张就是可以跟我黑手 今天你撕这张就是可以让我要求我做一个牛排 后来我不知道看到哪一个偶像去学我 其实我的爱情很乏善可乘 很多人都觉得很精彩 其实并没有 因为我晚出道 我看起来年轻 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认识男人啊 那我怎么还被写成这样 所以啦 我冤不冤 好的 今天呢 最后要问大家了 有没有吃瓜吃饱饱呢 有没有有没有 诶 今天的瓜真的是 我自己都觉得 讲起来很心满意足了 大家应该也看得很开心了 最后也要跟大家推荐 我最近呢 很喜欢的一首歌 就是戴爱琳的不想听见的歌 啊 这首歌呢 他为了这个新专辑啊 这也是他的专辑主打 也是同名 然后呢 他染了金色的头发 但是重点是这支MV也很跟时事 他的MV呢 找来了华登初上的花子 然后呢 有点像是华登专门for花子的这个番外篇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诶 先生 205是哪一间包厢啊 205 这边请 谢谢 诶 夏蕾 是不是可以找 先帮我停后面 好 停 嗨 天啊 你们也太酷了 好咱们 你们也太酷了 执着适合不适合 去做选择 好多情感的原则 不管爱这承认时间 更像之前 会为我们挑选出缘分 从这一生 爱是总是天真 相信永恒 爱到信任都别落实 无人去怪谁 那些开口的成了伤人 有多少不爱的人会在 不坦诚 不再为你哭 不再交付快乐 勇敢听着一首不想 听见的感受影 失灭为了何必 都要认真谁 没有思念 你来着 就撑着 不再为你哭了 不再交付快乐 勇敢听这一首不想 听见的歌 回想 你给的深刻 这旋律是你的何称 陪我一程 去把灵魂 慢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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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总是天真 相信永恒 一到信任都别路人 去怪谁 去怪谁能想 开口的成了伤人 有多少不爱的人会在 不坦诚 不再为你哭 不再交付快乐 勇敢听这一首不想 听见的歌 就应失灭为了何必 都要认真谁 没有思念 你来着 就缠着 不再交付快乐 不再交付快乐 勇敢听这一首不想 听见的歌 就应失灭为了何必 都要认真谁 也不想要认真谁 没有思念 你来着 就缠着 不再为你哭了 不再交付快乐 勇敢听这一首不想 听见的歌 回响 你给的深刻 只想要是你的温柔 陪我一起去把灵魂慢慢交易 Zither Harp 小姐 这位套是你的吗 谢谢 品味不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